去年和今年都是金水 都是水排第一金排第二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去年 持有银行股或者是金属股 现在你虽极便宜少的就是30% 一般都叫40% 虽然可能不够科网股 8月8日是立秋 因为立秋一年的中间 今年那个市就先升后跌 一年的中间 它有时就8月8日习到正 它有时退 好像我们2007 它都是单数年 它就退到成10月11月才跌 所以我就觉得 今年那个市有机会不是8月8 有机会是10月7、11月7 应该是今年跌了之后 它有机会明年秋天才升回 明年可能是木 因为计算了明年 木现在都静静当然好似 木就是纸张 今年无端端上升了 你看九龙九指和李文造纸 看一看都升了40-50% 纸张你需要的嘛 你当你不买服装 你买纸张都不停需要的 有需求的 你礼盒包装永远都需要的嘛 纸巾都升了 Consumer的 我还是要哦 我会一下 按下 看你 有意识译吗